国语有生善书 武庙明正堂善书 银患主著先佛为无极正道 愿正道先佛 南天文书府天君高岳将 第五章 上梁不正 下梁偏歪 在现今的社会中 可以说是偏乱到无以收拾的地步 尤其在淫乱方面 令人难以想象 十分可怕 在今台北地区 有一势力足以警戒世人 有一对夫妇 现今年约四十余岁 在二十岁时互相谈情说爱 双方就在隐瞒之下 步入了结婚礼堂 所谓的相互隐瞒 即是男子有吸毒的习惯 而女子有很深的虚滑心态 一旦结婚了渐渐露出马脚 女方劝男方戒毒 男骂女方太过虚滑 无以安分 在吵吵闹闹钟过日子 但这期间男方除了吸毒 也有兼贩卖毒品的倾向 终日在外飘荡 虽然贩毒有钱 但从来甚少给家人费用 使得女方一人读称家计 但男方亦曾被警察获而入牢狱 实为悲惨之家庭 夫妻生了个女儿就读国中 也是亭亭玉利 但因此等的家庭缺乏家教 使他在外的行为 也如同父亲一样地放荡 在轻轻年纪就任意 与男同学发生性关系 也曾经拿掉无辜的三个孩子 如今依然我行我素 不听母亲的劝导 真是令人想不透也 现今之人为何有甚多无法生育 就是如同此情状 在年轻不懂事时 就有如此的现象所引起的 故而可知淫乱的危害 所致祸患 足堪甚律也 盼世人能借此一稀松平常 见怪不怪的例子 作为自身的简点 免知 这辈子常犯邪淫 守淫 各种淫 同性恋 淫欲重者真心建议 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无疾正道怨或浩天子寿灵修院 让自己死后有机会 不要到地狱去受苦 可以去灵修院修行 正果回天 补充一下 同性恋也是可以很有德性之人 这边只常犯守淫 一夜情 一淫的同性恋与异性恋者 不修行的人大多都会地狱受苦 这给自己一个回天的机会 毕竟邪淫不断 如破掉的钢筒 功德永远一直在漏 祝籍是给自己多个机会回天 每月祝印借淫书籍 明正堂 借淫对智禄与八仙翁借淫篇 虚元堂 淫或 借淫游记 任何借淫善书 祝印虚元堂的生灵的悲戚 等同于放生功德 放生等于帮助动物家人不被拆离 可获幸福 请劝导周遭人吃全素 多行善 常念佛 要放生 真忏悔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 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 若没通过 者可至少到寄宫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 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 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横堂 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萧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横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 拱横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萧妻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横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 祝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师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祝印拱横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祝印南平山游积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祝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把与生前住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横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住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观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域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住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域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 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就像是佛教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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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佛教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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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